大家好,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把鸡蛋液倒入滚烫的开水中 出锅瞬间就变成一道快要失闯的美食 鸡蛋这样做非常的营养又健康 不用一滴油,也是鸡蛋最好吃的做法 鲜香嫩滑 首先我们来准备六个正经的鸡蛋 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然后倒入清水 鸡蛋的表面有很多的鸡粪和细菌 所以要把鸡蛋清洗干净 这样吃起来才比较干净卫生 清洗干净之后一个一个打入碗中 我这里用的是土鸡蛋 鸡蛋的颜色比较滑 也更加的有营养 再加入一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鸡蛋的时候像这样撞圈角是错误的 接下来教你饭店厨师搅鸡蛋的手法 要像我这样用筷子挑起来搅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更加的蓬松 渲软 搅成这种顺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葱花可以稍微多一点 吃起来会更香 切好之后直接放入鸡蛋液里面 再加入一把生晒的虾皮 提鲜又补盖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有很多朋友在家里炒鸡蛋 总是觉得油太多 那么你一定要试试像我这样不加一滴油的做法 搅匀之后先放一盘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碗 倒入和鸡蛋液等量的清水 接下来把清水倒入锅中 开大火烧开 锅中的水烧开之后 把搅好的鸡蛋液慢慢的倒进来 鸡蛋液刚下锅的时候不要动它 阻止底部定型 底部定型后 我们用铲子慢慢的推动鸡蛋液 防止糊锅底 把鸡蛋慢慢的炒至全部凝固 炒这道菜不需要放一滴油 鸡蛋全部凝固之后 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汤汁收干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清水炒鸡蛋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吃起来非常的鲜嫩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不加一滴油 吃起来也不会觉得油腻 还可以加少许的生抽来提鲜 这样炒菜的鸡蛋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 而且也是非常营养健康的做法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